今天要做的是梅干苦瓜 准备的材料有苦瓜、梅干菜跟豆豉 首先先用刷子把苦瓜的外皮刷干净 先在平底锅里面倒上适量的油 先热锅 热锅的过程我们来切苦瓜 苦瓜的厚度差不多3公分厚 切完之后把苦瓜挖掉 这样吃的时候比较方便 将处理好的苦瓜停铺在锅子里面煎 一面煎到有点焦黄的时候就可以翻面继续煎 在等待的时候我们先来处理梅干菜 因为梅干菜是腌制品 所以要把它洗干净 用水下去冲 反复揉捏到这个水没有什么颜色 那就算是洗干净了 洗好就把它扭干 然后切成小段 拿出另外一个锅子热锅 然后把油加进去 先放入豆豉把它炒香 那因为豆豉本身比较咸 所以要适量 在这边我是两条苦瓜 加一大匙的豆豉 炒香之后就可以加入梅干菜拌炒 我们就可以加入水 让梅干菜继续下去滚煮 加入两匙左右的冰糖 那实际的调味料要放多少 其实还是要依照个人的口味 稍微测试一下 拌炒均匀之后 再放水 那水最终的量 就是可以淹过所有的梅干菜 那让这个梅干菜稍微小滚一下之后 就可以把刚刚煮好的苦瓜 全部倒进去拌炒 在锅子里把它搅拌均匀 让所有的苦瓜都均匀的 沾上了这个梅干菜的酱 那就可以盖上锅盖 焖煮四五分钟 经过四五分钟后 要再打开翻炒一下 整个彻底的翻炒均匀 就可以再一次的盖上盖子 用小火焖煮大概半个小时 最主要我们是要把苦瓜煮软 同时要让它入味 等到苦瓜完全煮熟之后 就可以把它起锅盘 将肉炒干为熟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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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